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复活节长假期 有人趁阳光普照 外出去见一见太阳 见下九围的蓝天白云和清智海水 疫情破坏了经济活动 但意外令到工业和航空业价量减排 有人还有人 但官令未解禁 谁敢不跟 由农历年至今 全球人类留在家里的时间 可能是历里之冠 公开活动 甚至体育活动全部取消 连港超联赛都想得出 改为透过电竞去比赛 留在家里 隐身至到楼家概念股 原本红极一时的Zoom 因为涉及安全问题 股价几乎没有了一半的升幅 楼家概念股原来任天堂才是最好 彭博商业周刊计算过 任天堂自从2017年 最少出过5次新游戏 期间股价上升的命中率大约3次 3月20日推出大热的动物森友会 之后股价表现 正正属于好表现之一 任天堂的股价表现 今年就说不上跑赢全球 但在走势上 已经升到去年低的高位了 动物森友会热卖成为城中话题 日本推出3天内10版游戏卖出188万图 主机销量由2月份不够30万 急升至3月份超过80万 香港的卖价也由原价千多元炒至5000元或以上 在无人島中建立自己的小天地 代入真实世界 钓鱼 种花甚至要做案揭 无奈之极的疫情隔离主义下 动物森友会卖点似乎正正是 无限占用 要留在家中人类的无限时间 《金融时报》的社论就形容 任天堂这一类传统主机游戏特为易出 除了反映串流游戏网络基建配套 应付不了疫情 激增庞大玩家之余 本身亦都是天时 地利和人和 或者是时势所造成的 因为要留在家里的关系 多了人玩 多了人玩 当然会带动更多的讨论 带动一定的需求 但是因为供应津景的关系 公不应求之下 太容易搞出有价有市 有讨论的热潮 这套游戏的无利率高达八成 目前收益已经远远超出开发成本 任天堂股价自3月中以来 累计升两成半左右 一切因为动物森友会 这只动物真真正正成为公司的吉祥物 但是怀疑因为有玩家 惡搞国家领导人 有传中方向任天堂施压 公司开发部决定暂时关闭动芯 在中国的联网功能 各个直播平台 好像豆乳 虎牙等等 亦都开始全面禁止直播 内地玩家方面 怨声在道 但这个时候 传出内地要收紧视伏器 视伏器的限制 到底是巧合 还是事出有因 大家自己判断 一收掌握有线新闻